如果一个女演员不但长得漂亮 还拥有一百六十的智商 那么上帝肯定没有给她关上任何一扇窗 而这个女演员 就是活跃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穷方登 她是第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获得者 她不但演技两得 还是位优秀的飞行员 成功的室内设计师 蓝带级厨师 并拥有专业的高尔夫技艺 还钟情骑马酷爱旅游和写作 因为拥有一百六十的智商 和靠演戏积累的财富 她的一身几乎无所不能 而今天要欣赏的 是她1948年出演玄宫艳舞时穿着的漂亮衣服 这部提名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的电影 是好莱坞著名服装设计师伊迪斯海德的作品 她为出演女伯爵的穷方登 打造了多个服饰造型 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温柔且羞涩的年轻女伯爵形象 首先穷方登作为女主 在电影里刚出场时穿着的是一条白色的晚宴裙 因为电影的设定是20世纪初 这时候的欧美女装受新艺术运动的影响 整体造型为S型 以流线型和优雅的曲线为表现特征 所以裙摆不似19世纪那般膨胀夸张 更贴合女性柔美的身型曲线 但领口和裙摆边缘装饰的繁复花边 依旧延续了19世纪的华丽风格 这条白色的晚宴裙 还加入了一个很心机的设计 比如裙摆用一根缎带别在了手腕上 让裙摆不影响走路 同时跳舞时会更加飘逸 第二套衣服是一条黑色的蕾丝裙 整个裙身全部用蕾丝网纱面料制作 搭配了夸张的羽毛帽子和披驳 为了让整个装扮显得不那么沉闷 配饰是圆润的白色珍珠耳环和项链 凸显穷方灯作为女伯爵的奢华气质 而女伯爵日常外出的服装 以白色为主 夹高的领子配收紧的腰线和流线型的裙摆 以及那个年代非常标志性的羊腿袖 袖子的上半部分是很大的灯笼状和泡泡状 自手肘以下收紧为窄袖 比如这件有着大花边领口的白色套装 和这件领口别了黑色丝带的衬衣裙 都是这种类型的设计 女伯爵还有一套外出打猎的服装 是一套非常摩登又复古的小套装 白色的衬衣配了绿色的小外套 底下是一条急怀的A字裙 小外套的设计依然是羊腿袖 保留了那个年代的风格 细节的设计很用心 比如领口别了一个蝴蝶结的小丝巾 小圆帽装饰了一根显眼的红色羽毛 手套腰带和鞋子都是咖啡色的 这种细节的装饰 让女伯爵穿着这身打猎服时 非常跳脱而活泼 女伯爵还有两条非常好看的雪纺裙 一条是黄绿色的碎花裙 领口开得很大并做了层层叠叠叠的花边 袖子是大大的泡泡袖 在手肘处收窄做成了手套 没有任何配饰只搭了一根黑色的腰带 是一件很少女风又优雅的裙子 而另一条雪纺裙是粉红色的 别了一根没红色的腰带 腰带上还有一些漂亮的花朵 脖子上除了带了一根细细的项链 还有一根继承蝴蝶结的天鹅绒丝带 虽然裙子的款式跟黄绿色的碎花裙大同小异 但因为细节的配饰不同 穿出的感觉也不一样 这一条粉色雪纺裙更显俏皮感 除此以外 女伯爵还有一条漂亮的睡裙 是用网纱蕾丝拼接而成 做了很多木耳边的设计 因为是半透明的材质 这条黑色的睡裙 高雅中透露着一丝小性感 那么看了这么多穷方灯 在玄公燕舞里的造型 比更喜欢的一个呢 感谢观看